我们来介绍一下光线感测器模组 那各位所看到这个图片呢 它就是光线感测器模组 那这里有一个光明电阻 这是我们的今天主角 那光明电阻呢 它会随着光线的强跟弱 去改变它的电阻值 所以因此我们在 在使用光明电阻的时候 只要光线变暗跟光线变量 它所提供给Arduino的数字 就是A0输出的部分 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所有的模组呢 大部分模组都会有供电的部分 那像这个模组有四只脚 四只脚呢 一般我们就是VCC 就是接到Arduino的5伏特 然后第二只脚接地Ground 就接到Arduino的接地 那有这两只脚供电之后呢 基本上电源的灯就会亮 那这另外一个LED呢 这是用来做开关 也就是数位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第三只脚是D0 D0的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模组可以当作开关 那开关只有两种状态 就是如果说你的亮度 按到某一个范围的时候 然后它呢就会 这只脚就会输出一个讯号 那同时这个灯会亮 那至于多亮跟多暗呢 可以调整这个电阻 调整这个电阻 让它变成一个数位的开关 那平常我们在使用S4A的时候呢 都是使用A0 因为A0就可以及时把这边的电压的讯号 把它转成0到1023的讯号 传到A0 那我们可以在A0程式里面做程式的判断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模组呢 它的接的方法 一般我们就是 这个V VVCC我们是通常是用红线 红线呢就接到 你的扩充板的模组上面 扩充板 扩充板模组上面呢 它会有 比较短的这一排 这个是 类比输入的地方 就是通常是接感测器的地方 那这里A0到A5呢 随便你接 看你要用哪一排 你如果接在A0 待会你程式就写A0 就是这么简单 那通常我们 这边会有一个GVS GVS 那G呢就是红色的 就是 抱歉 G是咖啡色的 就是接地 然后V呢就是胡福特 然后S就是讯号线 所以这个S呢 所以我们G呢 G就是接在接地 接地这边 然后V呢红线 就是接在VCC VCC这边 然后S呢 就接在讯号端 那讯号端刚刚讲过 有两个讯号 一个A0一个D0 那我们习惯还是用A0 比较好用 因为它会呈现 0到1023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根据程式 去做不同的变化 这是接线的部分 那么如果你没有买模组 或者是你自己想用电子零件 来逗一个光线感测器模组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只要5伏特供电 然后呢先接到 这个光明电阻 然后再串接一个 10K的电阻 然后呢再接地 那这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就会通电 然后因为光线照的时候呢 这个光明电阻的值会改变 所以这边的电压降 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一样的电压呢 会变化这个电压 就当做讯号 把它拉到A analog in A0到A5 其中任何一只脚 这个是一般 如果你不买模组的话 就是用这样的接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做法 那刚刚呢我们把 把这个光线感测器 已经装在这个A0 A0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0的位置 你会发现A0的数字呢 变得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然后当我的手 如果去遮住光线 你会发现 你遮得越多越暗 数字就越大 遮得越多越暗 数字就越大 那当我们把光线 让它接收光线的话呢 你越遮得越少 越亮 光线数字就越少 数字就越少 那也有可能是刚好相反的 就是看你的电是从哪一边供电 这是无所谓的 那反正你只要确认你的模组 是数字变大变量 还是数字变大变暗 你只要能够确定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是数字越少越亮 数字越少越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就是亮度如果比500 500还小的时候 那我们就 超过500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亮度变暗 那如果很亮的时候 就把它变亮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外观的部分 外观的部分 它这边有一个特效 这个叫亮度特效 我们选亮度 那在Ateno角色呢 亮度 如果你把它给 你给亮度100的时候 它会变成全白的 全亮的 那80 还是蛮亮的 看不出来 20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是 0 0是正常的 那如果是负的100 变全黑的 那现在假设呢 我们就 如果晚上到了 我们就让它变成全黑的 那白天呢 就让它正常 正常的亮度 所以现在会有两种情况 那我要透过呢 A0来做控制 透过A0来做控制 那所以我就让它不停的侦测 然后判断 判断 所以如果 如果A0怎么样 比如说大于500 或小于500 那我们再运算这边 就拿一个 大于 刚刚我这边呢 是数字越大 越暗 对不对 数字越大越暗 所以如果这里是500 那我就 就是表示 越暗 对不对 越暗 那越暗我就让它 变暗 那如果说 小于500 那表示很亮 让它亮度 设为正常 那 这样的动作呢 这只有做一次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要让它一直重复 不断的侦测 好 看一下 当我去执行程式的时候 我亮绿齐 按绿齐 当我去执行程式的时候 那我的手呢 如果去遮光 来注意看哦 如果它 比500还大 它就自己变暗 打开 变亮 遮起来 打开 遮起来 打开 所以它可以调整 它的亮度 根据感测器的值 去调整 你的主角 的状况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光线感测器的运用 对 练习器的主角 对